接着是最佳的节目主持 你知道的,都姐,他们全部有分角逐 免得他们尴尬 都姐是不会尴尬的 是吗? 还有李坦平皮厚到FYY应该没事的 不如我们过去问候候选人好吗? 问问他们感受也好 不如先问6号吧 还是不要问6号 因为陪跑了这么多年 问他也不开心 那倒是 问一下Bob 好吗? Bob爷 对,Bob Bob,你丢下了我和震朗 和张绅文去拍摄 是否得胀的机会大多了? 当然了,之前被你们拖累 今年的机会大多了 但我觉得鼎爺真的很大机会 你看鼎爺的气势 你看看,鼎子很漂亮 所以我想鼎爺今年应该没问题了 好,你发表完这个感受 不如问问位女士 我最佳拍档是美怡 跟三姐煮了100度菜这么辛苦 有信心吗? 有的 有的 我们是枉硬的 好,下一位呢 我们可以了 不如我们问问 学士学非的那些美女 今晚做得很漂亮 不如站起来看看 站起来看看 学士学非的 学士学非 有,是非正在 在这里 在这里 好,谢谢可以坐下 谢谢 因为听说 今晚原来你们没有奖 是的… 因为做10个奖给你们 真是做穷公司 穷公司 不如我们找一些证 一个人就主持了整个节目 比较孤独的那些吧 好 是否洪永成 是的 洪永成,你刚才说 这些问题太简单 想问一些,更激烈吧 看看你2021年会否准备结婚 这些问题又是那些 你不要太闷了 好的… 不过今年应该没有 因为我想6号赢 是 因为我想破一破他的宿命 是 刚才说是想破宿命 6号吧 好… 好… 好,那你今晚没什么信心 我代全世界人问候你 就跟你说你还好吗 好 接着,把阿廉呢 是… 阿廉掛了一根筆在心口 打算今晚会赢后 就准备多签名 有些影迷在等你吗 我起了怨衣两年也不得奖 好 是的 我的怨是后年得奖 那你再许愿吧 不如问一下柏豪和Ben 是的 对,你们只是带了阿廉去露营 没有叫我,为什么 我有叫他来,叫他叫你 对,那为何阿廉不叫老公去呢 这才是大问题 你自己想想吧 可能是我的问题吧 不如又问问另一对拍档 乐依和敏芝 今年请了很多客户 打算拉票吗 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 坐到禁边都是问的 对 对 你真是太熟悉我们的规矩了 没错 听起来,你现在没有信心 没错 那么紧张,我们立即宣布 立即宣布 万千声威颁奖地历2020年 得奖的就是两个小生去露营 周伯豪、袁伟豪 恭喜 我和袁伟豪这个商豪组合 不去豪炭反而走入大自然去露营 两个大小孩在野外仰望漫天繁星 山间捉鱼,瀑布下冲凉 他们的真情流露 展现出男人的浪漫 最佳节目主持,非他们莫属 今年的奖真的很重 豪哥,你先吧 豪哥,你先吧 要多谢找我和柏豪 去做这个节目的Sandy 多谢編審Marker 凯哥,凯哥是我们的监制 是,在2020年一个 我们香港刚刚开始疫情 是比较严峻的时候 带了我们去一个香港 很宁静的另一个地方 每一天都日晒雨淋 但是我们是很享受的 亦都在过去没有什么剧拍的时候 我和柏豪可以每天都一起 去露营、去野外 去见识一下香港 去看一些身边 其实一直在身边的事物 这个是很感恩的 多谢你们 多谢公司 多谢Sandy 多谢Felix 也要多谢我的好兄弟袁卫豪 因为认识了他 实在太多年了 这个合作其实对于我来说 是加速了我们两个 去更加深入一点 去了解对方 还成为了好邻居 那段时间 真的每一天都一起上班 一起下班 感觉上是… 真的很关心 多谢各位 希望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谢谢